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贤猪师叔 怎么忽然从南天洞府借了这么多书啊 书 书 此书是高风回转之地 是 这书定是落下人间去了 你先回大则山 我去请一块下人间的令牌 把书找回来就是 贤猪师叔 你要小心啊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跑 快跑 姑娘 你没事吧 先长的衣服划破了 完月替你补补吧 不必 我随手用仙法补上就是你 仙法归仙法 让我来吧 你稍等 我去拿阵线 完月姑娘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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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 很自然 senate 找快 装ота 导 kilometres 有 是 然後我就想法 延伯 以为何 小师叔 救急救急救急 不是啊 天空传业官送了 失联大会的彩头来 需要有人签售 这算何极事 小师叔我正打算去 关心谷闭关等待晋升呢 此时找别人吧 小师叔 师父掌教 事务繁忙 无瑕分身 闲除师叔又一直未归 伴助下的功夫而已 小师叔 你去帮个忙吧 那我就醒了 我不拉 走了 走了 要不是这种时候 还真忘了自己是个 大泽山的长老 这次的头彩 是刚节出的阴火阳兵 所以传业官才说 必须要长老亲自签售 阴火阳兵 湖族妖丹特殊 属精英之火 寻常天才地宝 都没效果 只有阴火阳兵才有奇效 若能找到一片 也就不必再损化阿姨了 有了这阴火阳兵 阿姨就无需在每天 消耗自己的内灯 我要久留伤了 这阴火阳兵要怎么得 自然是试炼大会 拔得头丑啊 你怎么还不去 闭关修炼啊 雷杰在急 显出师兄所先给的灵药 如果在雷杰之际 实在撑不住的话 你赶紧吃上料理 也能穿意识的 怎么可能过不去 区区雷杰 给我谢谢师兄 嗯 也不知道你每天 都傻乐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马上就要试炼大会了 注意点仪态 你这样成何体统啊 那我怎么样 我呀 主要是担心到时候 你被白鸟挡的人嫌弃 为何 我到时候娶了华叔 每年总有几天 要陪他回娘家吧 你在我们大泽山 大大咧咧的无所谓 但去了人家白鸟岛 被人嫌弃 我还得替你出头 脾气也得改改 行了 到时候你就跟我去白鸟岛 我不跟你去白鸟岛 为何要跟你去白鸟岛 我就待在大泽山 睡我的懒觉 好好收点 真生气了 我开玩笑的 请我谢谢师兄 不 不 走 走 走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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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好 我好 今晚到这里照顾古术 已经很多年了吧 会长老 已有百年了 吴统古术 蕴养了我凤族 凤鸣 想为凤族全族兴衰担责 引领梧桐党 诸万代繁华 你 想做凤皇 按照规矩 这凤皇之位 理应要传给凤隐 但是现在凤隐的先缘 已经离散 生死未卜 难道 凤隐万年不醒 我凤族 便万年没有凤皇吗 大泽山传来消息 古静已寻得凤隐 四分先缘 他迟早是要归来的 凤鸣啊 你为凤族出力 却是好心 只不过 火凤是凤皇的 第一继承者 是牢不可破的祖训 还是安心 等凤隐归来吧 我闭关十年 闯过了梧桐岛大阵 我自认 是凤族最优秀的弟子 这凤皇之位 本该就是我的 凤族的规矩可真是无奈 放着如此有能力的人不用 非要等一个不知死活的空壳 你怎么敢来这里 若是被凤族的人知道 我与你勾结 放心吧 我用你给我的秘法术的结界 不会暴露 火黄玉呢 可算毁掉了 那火黄玉上 有大泽山仙脉结成的禁制 我无法进入大泽山境地 探寻仙脉 这是探星罗盘 用此物便可以找到仙脉的所在 你一计未成 为什么觉得 我还会相信你 说不定 你早已露出了马脚 等古晋级齐了凤尹的先缘 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主人说 大泽山这次的试炼大会 正是你办事的大好机会 你是妖 我却看不透你的真身 你背后的主人究竟是谁 你不用知道这些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都希望火黄玉被毁 合作成功 便是彼此受用无穷 想想吧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受试炼大会的名录 抄亭老啊 秦亦 可有看到阿静 没有看到 报名试炼大会的名单在此 请听到的先军 上前领取先器 万宜山临峰 昆仑山莲月 雷泽山 雷彻 吴通岛 凤鸣 以花仙岛 俊裕 大则山 古晋 帝君 古晋会不会是弄错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古晋在此 干什么呀 雷姐在即 你万一遇上了 你是不是不要你了 她 她不去 我去 你别去 你怎么不去 实战有利于晋升 老实说 呼噜里卖的什么药 说 没药了 人家有什么药 你别叫我 不想要 没有 我 你怎么看 你这么看 那个什么药 还没有 他 你怎么看 我 你怎么看 我 aré 划疏来迟了 还请兰风帝君 闲擅道长 和诸位先君恕罪 原来是为了华叔 华叔殿下有伤在身 若是不来 也是情理之中啊 华叔身为思路先君 自适应尽忠职守 怎可因一己之私 耽误天宫选拔 事不宜迟 咱们开始吧 好 行了 过来等我回来 我 本次试炼大会 乃是为天宫选拔私战职缺 望诸位先君永征职位 全力以赴 是 此乃天界雷鸟 诸位需要用手中的仙器 收集其身上的一缕紫殿带回 前两位收集到的仙君 择获胜 请诸位务必谨记 此番仅为竞赛比试 出手点到极止 误伤了和气 一旦出现生死危险 立即停止竞赛 试炼大会 开始 呼吸 主 桥 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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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雷鸟男 抓你了 倒是手到擒来的 就你这样还想夺回 回家歇着去 你让下一个 他的手 轻易闭上 你这个手 让下一个 他想让他 看是他 看是他 他想让他 他想要 把他想要 把他想要 他想要 看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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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怎么好 看 多谢阿姐 我等着看你赢 花叔 方才没有轻动到 你的内伤吧 多谢帝君关心 我没事 年轻时候的旧伤 若是不好生条理 只怕日后会落下颜急的 白鸟岛危急 我哪有心思管自己的内伤啊 孔雀族与英族之战 我早就派过调天官 只是因为你们两族 迟迟不肯休战 才有了今天如此惨烈的战况 我已下令 一月为期 若两族仍然不肯休战 我就会依照天公利率 对二位族长问责 我这也是为白鸟岛住下 起码孔雀族 不至于被伤了根本 多谢帝君提点 是华叔渐远了 请帝君恕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凌风仙君 只需用催眠咒就可收集紫电 你何须伤害他 凤铃长了 何必如此伪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多谢顾金秀 顾金秀 这零鸟生性好奇 我们先用零粉 将它吸引过来 然后用催眠咒抓住它 再收集紫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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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啊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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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雷劫 我为何会有雷劫 是古今 古今就要晋升了 凤凰 我们都要求昂 奶水 本地是 wsp biod 从脂肪 有路 第 ro 阿姨你在这儿干嘛 别在话 赶紧起阵 挡天雷 你赶紧下去 你现在的灵力 一到雷就可以把你劈死 起阵了 阿姨作为阿静灵脉相通的先手 都是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把春梦少年并肩天涯 开出云霞 我饮成心灵无畏 我心头几刀把 任他万般我将解放我痛快饮下 总是我心酸 对你藏牵挂 也曾凭乱四华 我与风尘为苍杀 风开过前而发 任他城市如影昏昏 我又何曾惧怕 总是结局崩塌 若吻你怀下 若吻你怀下 任请几次生假 你没事吧 回山头你 没事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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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你们没事 方才真是吓死我了 恭喜古晋先君 成功晋升下君 古晋 你能在失恋当中晋升 心智之间我生平谨见 值得赔付 多谢蓝凤帝君 这古晋的雷剑怎么这么厉害 一下就把我镇晕了 本次试炼大会就此结束 凤鸣先君 率先收集到了子殿 而古晋先君 则是生擒雷鸟 更是不宜 二位已将进入天宫入职 众先君有何意义 恭喜古晋先君 恭喜凤鸣先君 凤鸣 古晋 你们二人选一下职位吧 古晋兄生擒雷鸟 实属不易 就让古晋兄先选吧 恭喜古晋先君 恭喜古晋先君 你可在南极窦绳 和云领战神之中 选择一个职位 这两个职位我都不要 我这次来 就是想赢因此而已 孝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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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师4 孝师叔 孝师叔 孝师父 孝师父 ikke Anthony 绑个绷带能扛心你的 我饿了 我要吃的 什么 吃的吗 待会儿自己把药换 那吃的呢 我没空给你找吃的 要吃的 自己找去 回来 你要忙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不就是照看我们 你别老圣主不去控制我 我要看花 看草 看太阳 就是没空照看你 我 干什么呀 我才是你的主 我现在重病在床 你不管我 你有没有良心啊 没有 我的良心在你 色令之婚 见色忘义之时 已经没了 全部没了 历劫天雷 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去试炼大会啊 而且抓着那针雷鸟就不放 不过就是想给华叔显摆 至于吗 到时候你真的要是被挺 拿着 什么东西啊 阴火扬兵啊 试炼大会的彩头 阿九不是说了吗 有了这个 你就不用耗费灵力 给他疗伤了 是吗 所以你去试炼大会 是为了拿这个 不然呢 华叔殿下 追的机会有的是 谁叫你是我的小仙仆呢 为了给那只臭狐狸治疗 把自己搭进去了 行了 看你的花花草草 那只好想到太阳去吧 问主人要休息了 也不知道 我晋升的时候那么帅 华叔殿下有没有看他 他这么拼命 居然是问了 帮我 我试炼 阿英 阿英 阿英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么小家子气 他喜欢华叔 喜欢华叔 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嘛 那 我是不是也要帮帮她 我得帮阿静追华叔 快点去炖汤 多加点猪肝啊 不行的话 你的心肝也行啊 不行 阿静 阿静 我可没欺负轻衣啊 不是 我是来找你请教的 请教我 怎么追姑娘 追姑娘 你 不是我 我追什么姑娘 是帮古静 我想帮古静追华叔 古静啊 这还不简单 教她我们胡族的魅术 是追求心上人 不是骗姑娘 再说了 你们这魅术能骗一辈子吗 那就送白鸟岛 汽车凌雾 反正大则上有钱 不行不行不行 华叔是仙君又不是仙奴 他怎么会因这些就心动 再说了 真心又不是可以买得到的 再想想 单刀直入 让古静制住华叔 你到底会不会追姑娘 你想的怎么都是搜主意啊 当然 你 他当然不会喽 你先 我猜啊 阿九连姑娘的手都没牵过呢 你又知道了 秦逸 有你什么事啊 我饭做好了吗 算了算了 白费劲了 我还以为你们胡作会魅术 定会很多弹情说爱的法子 这样看来 阿九可难办 等等 如果是帮古静小诗书的话 我倒有个主意 我在人间的时候 读过一个画本 说的是有个书生 用三年的时间 种出了一片桃花林 带到落荫缤纷之时 请姑娘入林 说出苦藏心中的情话 然后二人就终成眷履了 我觉得这个法子好啊 又不洛俗 难道 你就让古静在大泽山种桃花 静谷的小屋旁 不是有树梨花树吗 看起来是普通的梨花树 其实是极品梨树赤螺 赤螺 赤螺 可是我怎么看它 也就是个普通的梨花树 这你就不懂了吧 赤螺花需要以仙力 交注十个时辰才显现 很少有人愿意为一束 花开花费那么多精力的 明日刚好就是七巧节 嗯 法子又不洛俗 好 我去了 七巧节赤螺树下表心意 好主意啊 反正呢 我办法是交给你了 能不能约到华叔 就得靠你自己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一开口他就拒绝了 全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会很丢人的 不丢人啊 我穷了 我现在就去找华叔殿下 其实这个办法也没有很好 我觉得你可以再想一想 很好啊 谢谢你阿姨 我走了 我走了 这是谁家的女君 为何在此哭泣 你也不认识我吗 我可是堂堂白鸟老的华叔公主 我 我应该认识你吗 是啦 你们远远远远中 远远远远远远远明公主 他如日远远远远 超纯我入星辰班万代 二何曾有我美 只不过 他投身在天地家 别天生压我一头 所以有一天 我有你们瞧瞧 我们孔雀族 绝非二流仙门 我孔雀族的公主 绝非太阳的美衬 这是什么 今日我路过太白星 见星光璀璨 便摘了几颗星辉 你看它们 虽然不如日月耀眼 但是也有自己的光芒 无人可以遮掩你的光彩 两百年前的星辉 它竟一直待在身上 殿下 古今仙君来了 古今 知道了 你出去吧 阿剑 你的伤怎么样了 不碍事的 华树殿下 其实我是想问 明日七巧节 你可有空啊 我们大泽山禁谷 有一株罕见的赤罗花树 所以我就想 如果没空的话 没关系 那就 沈亚敬要我的话 自然是有空的 好 那我明日再静谷等你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殿下不是一向瞧不上这古今吗 七巧节妖年摆明了是追求 殿下怎么会答应的 古今虽然法力平平 可绅士却颇值得坦究 他破坏了小虎风的将士 还能全身而退 这背后的来头只怕不小 况且 他的遮天散很有用 我多拴住他心一日 神器就能为我所用一点 那 蓝风帝君呢 蓝风 一贯公正耿直 不如古尽容易拿捏 虽然他在上军巅峰 已停留数年 迟迟不见生神 但他现在毕竟是戴天帝 这放眼九州八荒 也不会有越过他的人群 只是不知 我故意调的那袋鲜辉 会不会奏效 殿下妙凡 怕是已经奏效了 蓝风帝君 蓝风帝君 我捡到了你的旧物 特来归还 我 我一时疏漏 给帝君添麻烦了 我竟没有想到 这袋新灰 你一直随身带着 两百年前一见 彼时 华叔还是一个处处 忙碌的小女军 叫帝君看了笑话了 帝君只当没看见吧 华叔 明日是七小节 我能否邀你 一起共赏雀桥美景 其实两百年前一见 蓝风对公主十分挂念 请帝君容华叔考虑考虑 好 我等你 嗯 嗯 冬一晚了 赤罗花也没显现 要不你先休息一会儿 别到时候花没显现 先例耗尽 身体还受损了 结言就是起巧节了 既然约了华叔 来看着赤罗花术 怎么能连影都没有吧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来试试 你就别试了 就你那先例 怎么可能够用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这就显现了 我们一起来 再加把劲 来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真是成功了 可以了 赤罗花也有了 可以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你等等 再帮我一个忙 你过来一下 干吗 你坐在这儿 既然呢 是赤罗树下表心意 我就想了一段话 你帮我听听 十年前 我第一次见到你 从那之后 其实我心里就一直念人 每一次 看了你就想 多看几眼 听旁人说起 你就想多听几句 今天实际正强 我想把埋在心里 十年的话 告诉你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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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想了好久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还不错 不错 哎呀 给点意见啊 我不是很熟 我不配 我 我 你自己 自己想吧 我回去了 你说什么呢 你路都走不晚了 奇奇怪怪的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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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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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醒了 小师傅 阿姨 没事吧 我没事 你是主仆器发作 所以晕了过去 主仆器发作 必是起了与仙器相悖的心思 阿姨 我来问你 你需诚实回答 你是想伤害古晋吗 我 我没有 我怎么会伤害他 那你 可是对古晋动了情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